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1.俄军最新战损情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称 在乌克兰全面战争的第861天 俄罗斯损失1180名军事人员 6辆坦克17辆装甲战车 57套火炮系统 1套多管火箭系统 和2套防空系统 2.其他相关消息 1.俄罗斯自由军团与我要活下去项目合作 于4月在加里宁格勒州巴尔蒂斯克市 开展了钓鱼特别行动 以摧毁俄罗斯切尔普霍夫号导弹舰 在这次行动中 一名俄罗斯人成功的纵火焚烧了该舰 并带走了机密文件 据悉 2024年4月初 加里宁格勒州巴尔蒂斯克市的小型导弹舰 切尔普霍夫号出现紧急情况 导致舰船严重受损 被送往码头维修 今天俄罗斯志愿军团 报告了俄海军舰艇事故的真正原因 并披露了事故的细节 此次出现的紧急情况 是钓鱼特别行动的结果 该行动由俄罗斯自由军团 和我要活下去项目的 自由俄罗斯爱国者组织和实施 正是俄罗斯公民执行了这次大胆 而冒险的特别行动 给俄罗斯的海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并羞辱性的展示俄罗斯军队的真实状况 2023年 一名积极反对独裁政府的俄罗斯人 加入了俄军团的抵抗力量 他是波罗的海舰队的现役军人 可以接触到国家机密 因此与抵抗军取得联系 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 向该军团提供重要情报 由于他在船上的存在以及为抵抗力量的利益 而开展的进一步的工作构成了危险 因此计划并实施了在船上的行动 破坏行动的结果是从内部摧毁了该舰艇的结构 破坏了通讯和自动化系统 在我要活下去项目专家的专业工作下 这名俄罗斯人在实施破坏活动后 带走了秘密文件 并被安全地从俄罗斯境内解救出来 目前 这名俄罗斯公民在乌克兰 作为俄罗斯自由军团的一员 继续与纳粹政府做斗争 经证实 这艘船遭受了重大的损坏 想要进行长期和昂贵的维修 俄罗斯志愿者强调 21631布洋M项目的谢尔普霍夫号导弹宣扬舰 是俄罗斯舰队最现代化的导弹艇之一 于2015年下水 该导弹宣扬舰可使用口径和搞马脑导弹 解除其战斗任务 对乌克兰国防军极为重要 我想活下去 项目称 总的来说这次行动非常重要 因为除了11艘最现代化的导弹艇 长期瘫痪之外 普京政府还在波罗的海舰队 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是对打击纳粹普京的斗争 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重要的证明 因此 摸摸者必须动用更多的力量和手段 来保护自己的领土 在公布的一段视频中 有该船的平面图和着火瞬间的镜头 2.6月28日乌克兰D瓦兹炮兵集团 暗示使用陆军战术导弹集群 吹毁了S500防空雷达 今日一张据称显示急处炸弹 击中S500雷达的图片被分享 该炮兵集团称导弹击中S500雷达 正如我们之前所写的这段视频已经获得 但没有获得发布许可 3.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丁尔马克率领的乌克兰代表团 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Sharry文 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和平峰会的成果 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采取哪些措施来落实其成果 并为第二次峰会做准备 讨论的内容包括实施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协议的实际步骤 以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 国防支持和能源安全等一体 4.2024年6月30日 一枚导弹袭击了位于被占领的赫尔松地区 赫尼切斯克附近的地内薄荷部队指挥所 这次袭击使用了两枚带有极数弹头的海马斯导弹 击中了一座用作指挥中心的两层行政大楼 此次袭击导致5人死亡 12人受伤 蒂尼伯和集团指挥官米哈尔特普林斯基上将受伤 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这几时间 万一有内奸 因为袭击发生在特普林斯基抵达后不久 据路透社报道 北约盟国已同意明年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一名西欧外交官告诉路透社 北约领导人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签署这一承诺 此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要求各成员国 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维持在2022年2月24日后几年中的水平 继每年约400亿欧元彭博社报道称 一些北约成员国不愿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具体的多年的军事援助开支 如果将对乌克兰的400亿欧元援助 与北约现有的国防开支 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承诺挂钩 预计他们将能够达成协议 北约峰会将于7月9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 预计峰会将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做出积极的决定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希望北约在华盛顿峰会上 做出强有力的决定 否则峰会将毫无用处 六 捷克乌克兰 约维斯公司已开始为乌克兰军队生产侦查和攻击无人机 生产基地位于柯林市附近 这里将生产特卡LR侦查无人机和布拉瓦攻击无人机 计划每年生产数百架此类无人机 公司执行董事帕弗洛布兰特说 去年11月我们开始试音型 去年今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 这基本上是军事生产 我们的独家客户是乌克兰军队 UAC是乌克兰私营公司DVIRO的分公司 DVIRO公司自2004年起开始生产无人机 目前捷克生产基地有80名员工 其中大部分是乌韩人 只有五分之一的员工是捷克公民 其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公布了两段视频 显示乌克兰情报人员使用无人机摧毁俄罗斯军事装备 并消灭人员 其中一段视频的标题这样写道 HUR的幽灵让侵略者下地狱 地球必须在正义者脚下涅槃 HUR幽灵部队的战士对俄罗斯军事员及其装备搞了夜袭 无人机摄像头拍摄的红外镜头 记录了数次从无人机上投掷弹药 随后发生爆炸的场景 报告称 在前线的一个地区 幽灵烧毁了俄罗斯某某者的两个基地 另一段视频显示 幽灵战士对前线的俄罗斯后起进行了猛烈打击 报道称 喀布尔9号特种部队的士兵 在一天之内就摧毁了十几辆俄罗斯汽车和装甲车 俄罗斯周三表示 他已摧毁了两架乌克兰海军无人艇 这些无人艇在昨夜向俄罗斯黑海港口 新罗西斯克挺进 乌克兰海军无人艇 曾在黑海击沉数艘俄罗斯船只 但像潮新罗西斯克这样 东边的港口发动袭击的情况并不多见 俄罗斯国防部在TJ上发布消息称 两艘向新罗西斯克方向航行的无人驾驶船只 在黑海海域被摧毁 从乌克兰控制区到该港口的路线 至少有500公里 穿过黑海绕过克里米亚南端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他所说的海军无人艇 被摧毁的画面 画面显示 数发明亮的子弹在夜间从多个方向射入海中 其中数发击中一艘小艇旁边的海域 随后发生爆炸并起火 就赞仁斯基与荷兰新任首相迪克肖夫通了电话 双方领导人讨论了在与荷兰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问题 赞仁斯基对荷兰新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 荷兰首相则保证将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 肖夫补充说 我们将继续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 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也无论需要支持多久 他还指出 他期待着在7月9日至11日 与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 与泽连斯基举行个人会晤 10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未能说服盟国做出支持乌克兰的多年财政承诺 11 与几个月前相比 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更有能力部署人力了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泽连斯基驳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 在战场上陷入僵局的观点 他说乌克兰军队的人力状况比几个月前更好 新的攻势取决于各旅的武器装备 他还称赞了美国国会 今年批准610亿美元援助计划 但强调军事装备到达前线 所花的时间太长了 泽连斯基说 这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悲剧 在决定和实际情况之间 我们真的要等很久很久 12 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战姆斯奥布莱恩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如果克里姆林宫试图扩大战线 美国将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 他说如果俄罗斯试图扩大战线 乌克兰可以伸出更多的手 奥布莱恩指出 环队目前正观察到 由于目标地区设施的损失 俄罗斯维持对乌克兰作战的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今天在俄罗斯贝尔格勒德 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火 二 在俄罗斯的斯威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别列佐夫斯基 一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 着火了 过火面积达2000平方米 山鱼来封满楼 我们静静地等候这场历史大戏高潮的一幕 荣耀属于乌克兰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们 请随意地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